农历春节金老金贴从今天开始发放 总计全市将要发放2万多名 超过70岁以上的老人渣 每人6000元的金老金可仅有1亿4000多万 而这项福利措施在今年已经迈入第23年了 也堪称是全国最幸福的县市 运钞车再来一箱箱的钞票 1亿4000多万得动用好几名工作人员 另外还有警方鹤枪实弹在一旁借户 张华市73个里按照每一个里的人数金额 银行人员点交给各个里干事 再有里干事们依照名单装入红包袋内 白花花的银子就怕有个闪失 警方动用上百名警力加强安全维护 张华市农历春节金老礼金15号开始发放 市长表示每年在春节前夕施工所都会发放 涉及在张华市满6年70岁以上的老人家 敬老礼金6000块以及长寿面 这项福利措施今年迈入第23年 今年符合资格的有23492人 23年来已经发放超过22亿元 尽管发放津贴对施工所财政造成不小压力 不过看到老人家们领导红包那种喜悦的表情 未来会透过殡仪馆改建 以及立体停车场启用收费等等 让这项福利继续传承下去 就在容貌中央报道 就在容貌中央报道